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美国驻台北最高外交官周三透露 美国不会排除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的可能性 该官员并说台湾的国防需求是美国武器交付的首要任务 然后甚至还有出口 所以你看啊 如果美国帮台湾的生产武器 就是台湾帮美国生产武器一起联合 说实话姐姐就业啊 你说你去卖什么 那个凤梨卖什么多宝鱼 就什么石斑鱼和做这种生产高科技武器 你说哪个划算 所以你中共之前 说白了懂不懂什么中国的市场 把台湾的水果台湾的鱼 你那个完全可以不要 说白了 你完全你所有人要进入到美国的武器生产制造厂里头 你做设计做施工或者做各种 你是啥概念 这是什么高利润高辅加值啊 就跟那个以色列一样啊 人均收入会倍增 以色列从来不卖水果 照样 是发达国家 是吧 人均收入 中共 所以之前啊 那么动不动关心凤梨 关心那些 关心旅游 啊 生怕中共啊 没人过来旅游 生怕中共把这么石斑鱼给尽了 什么 那都是啊 说把它剪了芝麻丢了西瓜 林女士你说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对 就是 之前 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也有讨论到吗 就是你没有看整个国际的大市场 那你只看了中共国 那你还要去看中共 他要不要赏你这个脸 那他随时随地 他看你讲哪一句话不对 所以他就用不跟你进口凤梨了 不跟你进口石斑鱼来作为要挟 其实这个也不是只有 台湾面临这样的问题 其他的中南美洲的国家 哪一个不是受到什么白杀 又给人家订一订 然后又不订了 那这个太多了 所以中共他都 以着他自己庞大的市场 然后去恐吓其他的 比较 就是 那种市场规模比较小 但是有特殊的这些产能的 或者是有特殊浓郁 特产的这些国家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第一个是会让 他自己本身在国际的这种路子 越走越窄 因为人家就知道你中共国是什么样子的角色 你是怎么样子的贸易的心态 很多国家就不愿意再跟你交往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 台湾跟美国的这种联合生产武器 其实真正的就是除了是武器的这种提升之外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整个台湾的制造产能 在军工业方面的各个系项的进一步的加强 然后其实除了台湾的晶片跟AI的这一些供应链 可以去支援整个军事升级合作之外 包括周边的这些五金加工业 或者是技术转移 转让这方面也可以让台湾 除了在国防工业方面 可以运用在民生的五金工业 或者是民生的这些传产 也有可能的可以配合的其他的这些工厂 来同样加入到国防工业体系里面 我觉得这个都对台湾 除了在尖端科技的发展能力方面能够提升之外 也对台湾各个传统产业 有可能配合到国防工业的供给需求方面 那种不同的厂商给予一个出入 我觉得这个都是全面性的提升台湾国内就业机会 然后特别在亚太地区 如果说台湾的技术 然后在研发方面 或者是在技术更精良方面 其实台湾在这方面也都会一直不断的去加强研究 所以对整个地区安全性跟整个除了这些武器的这些产品的能够日薰 一直不断的迭代的精进之外 也对于整个两岸的关系其实也会有影响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相信美方也有多所考量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有这样子的新闻出来 我觉得也配合着2758号决议 我们的那种官员在美国的发声 其实这个都有互相协同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有点新闻 谢谢 是 所以台湾如果能够帮助美国生产武器的话 不仅仅自己供给成本低 降低美国的成本 还有就是台湾的制造能力 它的管理 企业管理能力都很强的 所以解决很多台湾现在 现在因为中共经济上的各种制裁 是吧 导致的很多很多啊 这个就实验 所以就是一定要拥抱国际 拥抱美国 台湾才有出路 是吧 这是关键 你看这里有个国民党 黄复兴党部主委的会议少将 藏右侠被指来香港参加8月20号举行的 全球华小华人促进中国合并统一大会 常常中国国歌手并未回避 涉嫌违反台湾法律 每月近10万新台币的退休金可能遭剥夺 你怎么看这个事啊 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还记得之前有一个立委 他也是常去中国大陆嘛 然后他也是 虽然他当了立委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将军级别的 但是他一直也是没有避讳说 他支持要两岸统一 所以在19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台湾就有 因为这个所谓的吴思怀那个条款 那就订定了这个法则 就是你只要是有这些跟军方有关系的 或者你本身是一个少将退 不管你是不是退役或者是在意 其实都是不被允许说 去参加这个中国大陆的党工的这些活动 那这样子一定是会受到 回来台湾的话 其实都会受到一些审讯 就是他会去调查 然后会去看你这样子的作为 是不是伤害到国家安全 然后应该要相应的去做一个处置 不过这个张又霞 他本身就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虽然他之前也有在绿营的 就是市长 就是他在高雄的时候也有做市府的工作 公务 但是他自己本身对于两岸统一 他其实是宁可促进两岸统一 不管是不是有自由民主法治的这种 最基础的这样子的这种方式 他也不愿意屈服于民进党的统治 这个是早在2020年的时候 就有在台湾有很多这样子一阵子的新闻了 那他自己本身对于中国大陆 我相信他自己也过去也时常跑中国大陆 那他的父亲是在194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的 那他在1988年的时候 他父亲跟他的兄弟就是就回到大陆衡阳 那他父亲也是在大陆过往的 所以这个少将张又霞少将 他其实2008年 他也时不时的回中国大陆 他们是会讲说他是回中国大陆 所以对他的这种心态来讲 他还是觉得那边是他的故乡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如果你对于敌我不能够分清楚 那你还是想要回大陆的话 那么那你就不要在台湾 那你享受台湾所给你的栽培 给你的丰益 还有给你的这些礼遇 还有退休缝 每个月9万块新台币 那这样子 你还来享受这些很优质的剑拔 这些医疗体系 但是你却是一直帮中共来做统战的工作 来伤害台湾 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法律来讲 或者是各个方面 其实是说不过去的 路德先生 谢谢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对台湾内部的 就赖清德上台以后 可以说执政以后 可以说全方位的 对中共在台湾内部的渗透 全力的 在进行中 你怎么看这个事 总体评价一下 包括这个 你在点评下 严博士那个 有的那个报告 说严博士那些账号 这个 中共现在五毛水军 攻击美国大选的账号 都是一批 你怎么看这个事 对就是 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手法 就是 都是这样子嘛 他没有什么 虽然他的那种改变是 一批一批人的 不断的这种 太就换新 但是他的这个 本身 虽然是那个账号 但是我相信 不是同样的那一群人 来攻击颜博士的那一群人 不见得是原班人马 来做颠覆美国大选的工作 而是只是 用着这些账号 把他留着 而这些账号 你看他也舍不得 再重新开账号 他就是可审 尽量审 然后可以用的 就是去运用 因为他觉得 之前的这些手法 来攻击颜博士 效果太好了 整个让病毒追着 病毒溯源的这件事情 我已经延迟了 这样四五年了 那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再用这种 大面积的讯息的 这种渲染扭曲的手法 然后去掩盖真相 或者是去做搅乱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巴勒斯坦 以哈战争当中 是这么多的 一面倒的倾向 这个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的这种概念 完全不把 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 然后怎么样去伤害 以色列残杀 虐杀以色列人们的这个事件 做平衡的报道 那就像对 严博士一样 严博士提出来的真实的证据 还有他所提出来的这些利润 跟科学的这一些 就是有贫有据的这一些真相 他没有做一个平衡的报道 然后只一昧的就是说 这个就是污蔑啊 栽赃啊 或者是他讲的是不合法的 或者是他们是有任务的 是俄罗斯派过来的 要破坏中美的这些友谊的 那这样子其实都会导致 美国自己本身的情报的偏漏 然后也让整个美国本身的 国土方面遇到非常大的危险 我相信如果不是后面雷们 就是一二再再二三的提出更多 更真实顶级的这些信息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许这样子 病毒真相要真正让美国的 各个成见认可 然后让很多知道要怎么样 去打蛇打七寸的这个七寸 美国还摸不着这个点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到 中共的这种搅浑水的能力 然后他们用这种 最新科技的这种误用 他们就是把它滥用 然后用在得以自己的那种 邪恶计谋可以得逞的方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在科技发展 发展的时候 其实也不能忘记 一个负面的影响 如果说一样的科技发展 然后被误用之后 他后续的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收拾 或者是做一个防范都要非常的小心 然后我觉得赖总统 他上来以后 其实不只是说 这个很多少将啊 或者是很多中共的潜尝的间谍 也在台湾的各个层面会被意义欺敌 我觉得这个都是像这个 呃 那在过往的时候 美中还在国际关系好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当中共国被全球 被欧美都定义为是邪恶轴心国当中的核心 呃 最要点要去清除的对象的时候 如果你这些退役少将还没有认清 还是跟中共绑在一起 我觉得那对不起就是该怎么样去处理 就要怎么样去去去做相应的处理的 我觉得赖总统他们在呃 这一个部分其实也都会有一步一步的呃 相应应该要怎么样去配合整个地缘的情绪 是不是他们这样子的动作 也是危害到台湾的安危 包括整个情质方面啊 还有台湾人民的认知意识方面 其实都会做一个相应的去做呃 处理跟呃 厘清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呃路德先生谢谢 好 谢谢林医师啊 谢谢主要观众 点赞分享 再见